勇闯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的两位冠军候选人 已经产生 他们分别是 毅然装置战队的Franklin 以及修楼梯战队的 叶琴 来 我们请我们两位冠军候选人 走到我们的中间来 来 各位 最终的冠军就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产生 那究竟谁会为自己的战队 夺得最终的荣誉 摘获桂冠呢 别着急 在我们的终极对战之前 首先我们要请上的是我们 这就是街舞第一季的总冠军 毅然装置战队队员 韩宇带来她的精彩冠军秀表演 有请 快点 我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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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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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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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想说的是 就是因为坚持跟努力 所以你走到了今天 当然今天也有两个人 因为坚持而努力 这么多年来 对街舞的默默付出 终于他们站上了 这就是街舞第二季 成为了我们的两位 冠军候选人 所以简短的两句话 要送给这两位冠军候选人 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就像千玺队长 去年总决赛台上说的那句话 冠军收益最多的永远是街舞 今天这两位 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他们不代表任何风格 他们只代表街舞这门艺术 我希望他们可以 把这场战斗 燃起来 炸起来 全场今天嗨起来 谢谢 燃起来 炸起来 再次的感谢韩逸 谢谢 谢谢 各位 我们终极步伏环节正式开始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冠军争夺者 登上我们的勇闯天涯 Super X的 叛逃舞台 分别是艺然装置战队的 Banklin以及修楼梯战队的叶英 两位 你们身后就是我们的勇场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的冠军毛巾 从第一季 第一集到现在的总决赛 一路走来 其实每位选手都在不断地挑战自我当中 突破自我当中 冠军毛巾现在就摆在眼前了 谁将成为我们真正的Super X总冠军呢 冠军角逐马上开始 让我们请出的是我的好搭档 顶尖赛事主持 廖宝